美国总统欧巴马本周末将在加州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非正式会晤 美国智库学者认为美中关系在过去十年显著倒退 目前双方在很多议题上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 这次会议很可能跟以往一样不会有任何成效 中共喉舌竭力宣传这次会晤形势如何轻松可以建立双方互信 但美国智库学者认为过去十年美中领导人多次举行峰会 双边关系却显著倒退 显然形势并不重要 今年来中共不断强化军力引起区域内国家不安 同时与美国在各方面的争端和分歧也日益明显 为掩盖这些矛盾 中共提出要建立美中之间所谓新型大国关系 但美国学者对这一空洞说法显然摸不着头脑 6月7号到8号 奥巴马即将在加州与习近平举行峰会 对于这次会晤将为未来美中关系普露的说法 其实四年前奥巴马与胡锦涛在举行首次会晤时 中共媒体也做过同样宣传 但会谈却未见丝毫成效 所以华府学者认为 如果这次会晤还是毫无实质内容 那么未来美中关系只会继续倒退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谢谢大家